大家好我是铁头 马上就要过年了 今天准备了一条鲁鱼 来跟大家分享一道义头餐 年年有余分享给大家 把买回来的鲁鱼给清洗干净 把里面残留的血水 还有内脏给冲洗掉 鲁鱼的肉质非常鲜美 而且怕刺赏 家中有老小的朋友做它来吃 再适合不过了 冲洗干净之后把水分给挤一挤 处理干净的鲁鱼 我们先用一条干净的毛巾 把表面的水分给它擦干 擦干后第一步 我们先把鱼头给取下来 接着从中间破开 把它的背骨取下来 切到这里就可以了 两边都一样 两边破开后 切一下鱼骨 切掉鱼骨后 我们现在来把这些鱼切成小条 但不能切断 这样就差不多了 两边都是一样的切 切好的鱼 摆个盘中 先摆上鱼头 再把鱼肉 把鱼摆好 再去准备一点葱姜 切几根葱白 还有少许的姜片 切好的葱姜全部摆在鱼身上 可以给它提到去腥的作用 这里料酒我就不建议放了 因为我们蒸汁的时间短 那个酒的味道 很难非发的玩 再来撒上少许的胡椒粉 就可以下锅蒸了 蒸鱼一定要火大气足 所以一定要把水烧至大开 才放入鱼 把锅盖盖上 大火蒸7分钟就可以了 好了7分钟已到 关火出锅 我们先把葱姜给夹掉不要 再把盘子上的汁水倒掉一些 倒掉汁水后再往上面 来一点葱丝和红椒饰 给它泼上肉油 最后往边边上 淋上蒸鱼饰油就可以了 一道鲜美的清蒸鲁鱼就装好了 肉质鲜嫩营养好 老少皆宜啊 年夜饭来上一道 鱼一多年年有余 欢迎我们去面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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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